近一 随着浪姐四的开播 参赛姐姐们也受到了关注 其中日本歌手美伊里亚 以461万的数据断层第一 遥遥领先 这一次以461万的数据断层第一 无疑是对她实力的肯定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美伊里亚就是最强的选手 毕竟这位姐姐已经出道很多年了 业务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浪姐四虽然是一个女团选秀节目 但是姐姐们却不需要迎合观众的审美 如果想要赢得大众的喜爱 他们就必须要在业务能力上做到更好才可以 而在节目中我们也能看到姐姐们都有自己的特色 李斐儿 全能型选手 李斐儿在节目中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亮眼的 她的唱跳能力也非常强 三加浪姐二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李斐儿确实做到了全能型选手 她在舞台上的表现非常好 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 李斐儿都可以很好的驾驭住 这也让她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虽然说李斐儿是一个出道多年的歌手 但是她在参加节目之前 也接受过很多专业培训 因此在参加浪姐二之后 李斐儿也会继续精进自己的业务能力 纳英 姐姐的典范 纳英是大家公认的大姐大 也是女明星中的典范 她在出道以来 一直都是以姐姐的身份来要求自己 她一直都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艺人 所以在每一次舞台上 她都会以最好的状态来完成表演 其实我们都知道纳英有一点脾气不好 在录制浪姐二之前 很多人都觉得纳英有一点小脾气 但是在舞台上却总是能看到她的努力和认真 她把每一次舞台都当成了自己的作品 所以才能让观众看到一个又一个惊艳的舞台 其实纳英还有一个很好的品质 那就是不会为了得到观众的认可而去改变自己的初心 在第一期节目中 纳英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就是姐姐们最好的榜样 伊能静 人间清醒 伊能静是圈内公认的高情商 在浪姐中 她也是一个很会照顾别人情绪的人 在一开始 伊能静就说 我想做一个队长 我要做第一个起来的人 她不仅让每一个队员都站起来 还主动提出来 你要先去想自己要怎么样 才能让别人站起来 因为这句话 伊能静和所有人的关系都非常好 而她也被网友称赞为人间清醒 可见伊能静的情商真的很高 在任何场合都能够照顾到别人的情绪 王立坤实力唱将 王立坤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姐姐 虽然之前她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观众视野中了 但是这并不代表她就已经被人遗忘了 王立坤曾获得过很多的音乐奖项 王立坤的声音非常有特点 让人一听就觉得是她 谢娜 陪衬 谢娜其实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 虽然她是一个主持人 但是却很少在综艺节目中担任主持工作 而这一次在《浪解4》中 她在第一次就获得很高的人气 但是却被日本歌手美音里压碾压 沦为陪衬 大家觉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